香噴噴热腾腾的咸酥鸡 是不少人的最爱 没想到有人买了要吃 心情确实瞬间荡下来 民众在苗栗头粪 买了百叶豆腐 咸酥鸡 鱿鱼和鸡心 花了230元 回家一看 咸酥鸡只有7块肉 就占了50元 鱿鱼更少 只有5块也是50元 他直呼自己根本是买了鸡末 有人说炸鱿鱼跟咸酥鸡 是有钱人在吃的 不如吃鸡排 也有人说由于买回来炸 价格差超多 还有人说夹点米血 甜不辣 银丝卷 心情就会不一样 就觉得蛮贵的 下次不会想再来买 吃炸的你不会期待要饱 你就是要爽 只是它那个量太少 就会觉得很失望 怎么点才能划算又有饱足感 如果保留咸酥鸡 以一份均价50元计算 另外加一份甜不辣或薯条 总共80元 如果改成夹点一片米血 两样炸物只要60元 也有店家推套餐配到好 有肉 有腐皮 米血 米肠 百叶豆腐等 量少但多样化 加总也只要100元上下 比如说豆汁类 鱼姜类 它可以增加饱足感的部分 物价涨连咸酥鸡都缩水又价高 怎么吃 CP值最高 民众掀起一番讨论 记者杨生王世函 苗栗台中采访报道